好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 農會政府帳目委員會見者每次 那我先知事人交替你提醒 好 多謝大家 今天這個晚就來 我今早上向大會交了 這個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月七日報告 應該是遲了幾個月交的 這個報告就是第一章 關於公共出租的單位的運收 我們是遲了幾個月 因為我們都要很多很多的文件 要看得到我們這些拿回來的文件 和一些證人給我們的資料 是對我們寫這個報告 是同大的作用在這裡 因為我們都要落馬 就是批評這個房屋局和房屋處 關於幾件事 在這個報告裡面 包括原水和維修 是其他的房屋設施 今次很多謝我們成員 這個帳目委員會都擺了很多時間 擺了很多時間 研究這些文件和寫報告 我先多謝他們 今天我們負責這個報告的主打 就是林議員在我右手邊 待會我們都會回答你們的問題 我請我給林議員講一講 簡單點這個報告 A的報告包括三部份 原水、溫收、石煉材料的資料 我們接著就會答 好嗎 林議員 謝謝主席 大家知道原水事件是非常重大的公眾安全事件 我們帳委會花了很多時間 傳召了相關政府部門的人員 去做公開聽訊 我們的結論是認為 我們對於博署處理這次的原水事件的表現 是震驚和強烈不滿 以及認為是不可接受的 主要是因為 它在頭七次會議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會議記錄 這個我們認為是 很難去接受 博署的高層的解釋 除了原水事件之外 也有關於石煉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石煉是一個 很重大的公眾健康的威脅 很遺憾 房屋處也沒有按照環保署的規定 去做相關的警告 和相關檢驗的工作 令到有些房屋處下的公共屋村的設施 損毀了暴露了 一段時間都沒有被發現 這也影響到居民和在附近工作的人員的健康 那些房屋村管理 或者是浪三竹的問題 我們也看到房屋處的處理 也相當不理想 其中關於浪三竹的問題 其實我們看到房屋處的 跟換浪三竹設施的計劃 其實成效相當差 其間也有幾個居民 因為浪三竹使用的問題 是跌過到街上而喪命的 所以我們認為房屋處在這幾個事件上 其實表現相當令我們失望 整體來說我們最關注是沿水的事件 除了沿水是一個石棉材料 因為石棉對癌症很大的影響 這個對在舊區裏有石棉材料 應該要整個房屋處有責任 去如何保護租客 在那裏的工人或其他人 可以令到這些石棉 會影響到他們的身體健康 各方面我也有研究到 我在這裏也想說一說 就是沿水的問題 政府部門都下了很多時間 及功夫在這裏 是在7月20日 2015年開始 他們有七個部門一起開會 這件事我們確定 他們在很短時間跨部門開會 但令到我們驚訝 令到我們不可以接受 當在四個政府部門開七次會 四個政府部門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資料 他們開會的資料 開會的資料 所謂說meeting notes agenda 通通未有 是一個處長 是一個這麼有經驗 這麼高級的官 是沒有可能在這方面 沒有做這些功夫 我們都研究一下 是否有需要去隱瞞 他們看了所有四個部門的資料 都找不到有一件事 我們覺得有隱瞞 只是一個行為 在所謂說管理的局面 管理的方面是完全疏忽 他們的態度不可接受 他們緊張過頭 但緊張過頭都要有程序要做 因為已經牽涉到75萬的單位 牽涉到210萬的居民 不可以完全沒有理據 去做他們 應該要做的事去解釋 或者其他題目問 有需要說嗎 剛才宇直說 那七個會議為何那麼重要 因為那七個會議的內容 正正在鹽水市 一開始發現了37個不合標準的樣本 以及有三個被擊除日本 而是更加重要的 他們應該怎樣處理 是否將某條村 介意定為有受影響 所以這些會議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不是說本會 不捨這麼簡單的事情 因為是很決定性的會議 法庭部 我們有什麼問題 我們會回答的 好 請你介紹自己好嗎 這個 有線電視的人要封 因為我記得這次調查過 其實應該推遲了出來 例如你上次說 需要說一下為何遲了 第二 可否解釋一下 他們處方那邊怎樣說 為何頭七次會議都可以無回紀錄 你們之前所做的解釋 我們是延遲都不是因為 我們要看了很大部份的文件 我們不是只看防委會 防署那些文件 我們所有四個部門 四個部門的全部通訊 Email 剛才我都放過那些文件 就是找到一個事實 Email 說Finding of the facts 我們是 全部事實 我們不可以他們說 被我們踏在廣海領訊時 被我們資料的時候 我們就要聽他們說 不如我們都看他們說的事實 是否事實 我們要確定事實 是否有隱瞞 如果是有隱瞞 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 這件事是牽涉到 是軟水影響很多市民的健康 所以我們放很多時間去研究所有的文件 我們要認清楚 要交代立法會 交代給市民整體的事實 在這方面 我們找不到任何的資料 是令到我們可以懷疑 他們有任何隱瞞 在七次開會的這四個部門 是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的行為是 我們不接受 但我們是不可以有一個解釋 為何他們會這樣做 每一個公務員 做一個公務員 一個官好 他們都要有一個良好 觀治的制度 當他們沒有那些 我們是要批評他們的方面 主席 容許我補充一點點 在我們整體意見 九十六段 有關火处署長去到第八次跨部門會議 才意識到要做這個會議記錄 我們認為他的解釋是不表信服 以及不可接受 因為火处署長 大家知道是一個很資深的 政務主任級的官員 他過去來講是主持過 很多個跨部門的會議 他自己也都承認 過往的跨部門會議 一般來說是有會議記錄的 其他在場的不同政府部門 比如水務處 或者是其他政府發言所的官員等等 他們參與這些跨部門會議的時候 一般他們都知道是會有會議記錄的 那火处署長解釋為何沒有會議記錄呢 就說他頭七次都很專心去處理這個危機 那第八次才意識到要做會議記錄 當時我追問過火处的副署長和助理署長 我說你們兩位同意 因為火处署長說他自己是沿水事件的 subject officer 是這個問題的主管人員 主管人員 火处署長就說要負責做會議記錄 我就問副署長和助理署長 他們作為署長的副手 但是副署長我是非常遺憾他的答覆 他就說他覺得自己已經做好了自己的角色了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 不是代表委員 我自己覺得是震驚的 他這樣的答覆 因為整件事已經很重複 他竟然揭露出來處長或副署署是沒有做會議記錄 他們都承認問題是很嚴重的 但是居然處長的副手 面對處長這麼嚴重的失職的時候 他可以說他已經做好自己的角色 而那七次會議 副署長都有出席的 好 為總共開了三次連續 十二月開了兩次 一月開了十三號 一二十三號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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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尼問題 你設計有返理 summer 配備 brake portrayed 的 但是 而且 拐検在 如果 不 prayer 中共 他們 他們 是有 他們 預緻 但他們都會做到這件事 我們都會期待他們給我們一個計劃 我們會提到他們的資料 因為我們會提到很多個資料 的資料都會提到 他們會提到他們的資料 他們會提到他們的資料 我們會保持 我們會保持他們的資料 他們會提到他們給我們一個計劃 I think that what they are now doing is they are doing the common area and then they have to go inside all the flats So I think that they are well aware of their duties and well aware of their work And they will be doing that we have been assured Standard Standard You said that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emails and correspondence You have came out with no evidence that the departments involved were trying to cover up something during the first seven meetings But can you tell us a bit, did they explain how they went progress in their discussion without minutes or records of their previous discussion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I know that the housing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minutes But what about other departments, did they not take notes or have some documentation of what was discussed during the meetings I first answer the question if other members like to talk I think we ask the same question as you have asked me And I think normally what is important that in public hearing We are like you, you know, we always look for why What happened And what happened, why this happened And normally under government procedures Everything have a procedure And everything tha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lead water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citizens The reason why they do it and what follow-up actions must also be monitored And follow-up actions could be followed Although the meetings, the seven meetings that they have is between July the 20th and August the 1st So we are talking about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While appreciating the hard work that they have done conducting the inter-department meetings However, that doesn't free them from not following the procedures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could not understand as PAC We want to ensure that al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must stick by the code of good governance And having spaces on our search for information We're going through just not only the emails All the papers that related to the seven meetings And in the finding of facts, we could not, we could not put our finger And criticize them that cover-up has been an issue But how did they, you know, know what they were talking about That is why we find it inexcusable Explanation given was not accepted And, but somehow work had been done by the four departments And thank God that the situation had been arrested But this doesn't absorb them from any criticism That they have not practiced the procedure of good governance And they explained that after the meeting They have already taken permission to deal with all the cases discovered After the examination And they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And announced those findings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in fact, we have the same question When we conduct the public hearing And I found the explanation of the director of housing department Is very uncommising Therefore, I asked all the departments to produce all the correspondence To our committee And after a full checking I cannot find any evidence To conclude that they have tried to cover up the case That is All the emails All the emails All the documents That they arranged for You and water trucks and everything Is there somehow work is being done But not related But I do believe that We have already sent A very clear message To all the public officers That if they fail To record All the important issues After any meetings of the government They have to pay And they have already learned A very painful lesson Because of our report No, no 請問先 你好 聽說一報會成功 有問題是有問題 第一個就是 究竟是看了多少的文件 多少的email 就是用了多少時間 你有沒有這樣的計算 你有沒有這樣的計算 第二個問題就是 這件事 大家既然都覺得 這麼震驚 夠了所接受的話 又是否需要 真的去做一個調查 就是看看有沒有人 失職 或者是需要付長這個責任 因為其實這件事的關係都很大 很多市民都很關心這條線 第三個就是 他們是否需要做回事後 在這個情況看 整理當時的幾個會議入面 有甚麼內容的經濟 有甚麼決策 是做了在公眾的交代 好的 即是 帳戶委員會的報告 我們每一件事 就是一個終止 就是向前看 我們在我們的報告 學了甚麼呢 將來這些部門 不只是給國庫署 所有政府部門 理解到他們在良好管治 用公帑的錢 去給服務香港市民 他們一定要遵守規則 他們要 雖然這次做得 好像昨天林月娥說的 其他意想 我們都有提到 他們很樂心希望可以解決問題 但樂心解決門有四個部門 他們花很多時間 很多精神去做 但是 你們是一個跨部門 尤其是一個部門 尤其是一個部屋處長 這麼高級的官員 應該是一定的 有一定的看法去做 大家分合作 誰去做甚麼 怎樣去做 何時要做到甚麼 應該全部都有 有策略 有策略 有計劃 但我們看不到 但我們看到有工作做到 我們又不知道 因為那些部門 會有一個部門 分工合作 分工 又做了出來 但看不到有合作 開了七次會 第八次 他覺得 有些東西好像漏了 你問了我剛才的問題 現在他再做都很容易 只是知道了 剛才兩月都說了 他知道了立法會 尤其是我們帳目委員會 是跨黨跨派 是不同意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希望政府部門 可以用這件事 去改良他們自己 對市民服務的態度 對市民服務的要求 他們要怎樣去做好些 在這方面 所以我們是批評他 我們不是個人批評 但是因為他個人的行為在這裏 令到很多市民影響到 幸好今次沿水是他解決到 所以擺了這麼多時間 去做這個報告 我們是可以一早做起 但我們都 上一趟的交流七次報告 可以做到 但我們決定了 因為看回所有文件 你們有多少文件在這裏 我可以告訴他們 多到我都沒有數到有多少 但我們不只是看量 而是看質 在那裏 所以我們同事 用了很多時間 精神去看 因為我們都要說個事實出來 好嗎 多謝你 我再說一句 這位記者朋友說 現在做回議記錄可不可行 其實就不太可行 因為做的話 應該盡快在會議結束之後做出來 我們聆訊的時候 有些事實 他們都因為隔了這麼久 他們都很難說得清楚 所以為何會議記錄 是這麼重要呢 就是在一個記憶更清晰的時間 你應該記錄下會議的重點 好嗎 你現在再做出來的話 我恐怕未必是可以很準確 反映當時會議的實況出來 是 是 副主席 兩點一就是 兩點一就是 今年是 一個就是怎樣追究 我想當然 總副主席 我拿去做 現在 關了 政府一關上機制 有關任何部門 他們是沒有跟蹤自己去做 應該怎樣處理 政府跟進 政府主席一樣我們向前望 但是更加重要呢 這次的鹽水事件的嚴重性 當然是非常之嚴重 但是 並不是由於有關的部門 他們是處理這個調查工作上 例如說沒有跟蹤程序 沒有透明 令到那個後遺症更加嚴重 如果真的這樣的話 令到有關的處理工作 更加麻煩的話 我相信我們可能會更加嚴厲地處理 但是 只不過由於他們沒有做紀錄 或者沒有足夠去透明度 不等於他們沒有在這方面 更加嚴重 所以我們也覺得 這是由政府部門跟進的難度 對 還有我多謝這四個部門 鑼区主席各方面 水母部局 我們只是在聯合 但他們是真是很誠懇地 拿了所有文件 給我們去看去研究 這方面我很感謝他們 還有他們花了很多時間精神 去回答我們的問題 我們現在仍在跟進 還有其他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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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問題 既然他們已經說了 他們是被黑掌權職 其實公務院自國的關 或是運防 那些需不需要追究他們的責任 或是甚麼更進 我們進目規會 只是說事實出來 而是給我們的報告 我們怎樣去看法 公務院他們有公務院的規則 他們怎樣去做呢 他們看外的報告 他們是否失職 在這方面 我們覺得他們應該可以做到好 應該去做 尤其是從良好管治的角度去看 他們在這方面做不夠足 那是否失職 這就是台灣公務局 事務局去看這件事 我們沒有權力去決定 他怎樣做 他去哪裏 好 副主席 各位朋友應該有注意到 每一次我們障礙會的報告 都是由職務司司長 在我們立法會那裏 這就顯示到 我們的報告得到政府 最高層的注視和關注 至於我們裏面的批評或者建議 當然政府部門是有一個責任去跟進 而我們都希望 當然我們 正如主席所說 我們是沒有一個的權責 作為作為鬼魂 去怎樣去跟進一些的文責官員 那個行為和表現 但是呢 其實這個報告呢 是每一次都得到政府最高層的關注和注意 希望他們是會 在他們的機制底下呢 是會作出一個 成當的決定 是 以往呢 在文行處我們上海的報告 六、四號報告 三號報告 是關於大陸的事 政府又跟進了我們的報告 是做了公務院調查的 大家都知道那個情況 不過這個我是責任 就是講了事實出來 我們要看法 我們給我們的建議去怎樣去改善 我們給我們的批評 政府自己要去決定 因為他做政府要交代給市民 我們交代給市民 他也要交代給市民 他怎樣去做 好 多謝你 好 今天見到 好 麻煩你